大家好,现在的百丽最是粉糯香甜好吃 但是百丽的外壳坚韧 特别是里面有一层薄膜 紧紧的贴在百丽果肉里 很难剥干净,实在是伤透了脑筋 今天才知道,百丽去壳一双筷子就能够搞定 完整剥出百丽,实在太方便了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百丽买回来后,装在大盘里加一勺盐 适量的清水 下手把百丽搓洗干净 百丽是长在树上的 最原始的样子是有一个毛刺外壳包裹着 成熟后会自动掉到地上 或者采摘的时候用杆子轻轻的一打 就会掉落下来 剪回来以后再砸开取出百丽 想要吃到百丽真的是不容易啊 表面上有许多的绒毛和脏东西 用盐能够洗得特别的干净 缩洗几分钟以后 看一下这个水特别的脏咯 换多两次清水 把百丽充分的洗干净 挑选百丽最好是选这种 表皮呈棕红色有光泽 没有重演或者是发黑的现象 拿在手里的手感是比较沉的 这样的百丽品质就比较好 清洗好的百丽下锅煮之前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想要划上一个花刀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煮 但是直接用菜刀这样切的话 稍微不用力 百丽就一分为二啦 这样剥不出完整的百丽 也不够美观 碰到有像这样形状比较圆的百丽 如果直接用刀这样子 划十字刀就特别的危险 因为圆的百丽会滚来滚去 害怕伤到手 其实我们可以借助家里面 厨房用的工具就是筷子 拿两根筷子把百丽放在中间 再用菜刀在百丽的中间这样切下去 换一个方向再切一刀 因为有筷子在这里顶着 所以开的十字口刚刚好 不会把百丽一分为二 多试几个看看 看一下 用筷子来辅助百丽开口 特别的方便 重要的是每个百丽的开口 深浅都一致 这样剥出来的百丽就比较完整美观 如果不想用筷子也可以找一个瓶盖 把百丽放进去 百丽比瓶盖要高出一截 往下切的时候 瓶盖的边缘也会挡住菜刀 这样板粒也不会被一分为二 同样的划出来的十字刀都是很美观 不管大大小小的板粒 都能够很好的被划出美观的十字刀 特别是像这样圆形的板粒 放在瓶盖里开口是最好的 怎么样都不会滚动 很安全也不会伤手 不管是圆的板粒 还是像这样扁的板粒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用两根筷子或者是一个瓶盖 都能够轻松的划上十字刀 不会伤到手 特别的方便使用哦 除了上面这个方法 还有第二个方法 就是在粒子的尾部 也就是比较软的地方切上一刀 不用切的太深 切开能够看到这个粒子薄肉就行 如果切的太多的话 也会造成浪费 这个部位比较软 很容易就切开了 如果切的过程中 看到板粒有这样发黑或者是没点呢 就不要的 这样的板粒已经整颗坏掉了 不能再吃了 先把一部分板粒放在锅里面 加一勺食用油 用筷子拌匀 让美丽板粒都能够裹上一层食用油 将的板粒焗出来 油油润润的特别好吃 拌匀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水量的话到板粒的一半就行 放进电饭堡里面去 盖上盖子 按筷子锅锅煮30分钟 把另外一半的粒子 用水上锅 放到蒸锅上面 然后用手整理整理 把切口向上 这样蒸出来更易开口 待会调味的时候也更易入味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以后蒸上10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来调个蜂蜜水 往里面加入20毫升的蜂蜜 20毫升的清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做成蜂蜜水 整理后放到一边备用 现在把粒蒸了10分钟 先打开盖子 往开口上涂一点蜂蜜水 这样把粒吃起来 就非常的香甜美味了 盖上盖子 继续再蒸10分钟 电换锅里面的栗子 也刷上一层蜂蜜水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回电换宝里面 再焗15分钟 现在把粒已经蒸了20分钟了 关火打开盖子来看看 基本上各个都开口了 直接把把粒取出来 看一看这个用筷子平盖开口的把粒 各个露出里面黄三散的把粒果肉 看着就非常的诱人 现在来看一下把粒好不好剥壳呢 经过蒸制以后 把粒果肉 以这层薄膜 已经完整的脱离开了 只需要轻轻的用手一抠 把粒果肉就完整的剥落下来 一点点薄膜的材料都没有 多剩几个来看看 每一个把粒都很好剥 两三下一整个就完整的出来了 把粒剥下来以后可以直接吃 吃不完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保存起来 可以用来炖鸡炖排骨或者是煮粥都非常的不错哦 最重要的是特别的方便 再不用费大力气的去剥板粒啦 按照我们的这个方法呀 真的是轻轻松松的哦 现在来看电饭锅局的板粒好不好剥 几个三十分钟的举煮 把粒外壳也变得非常的软了 顺着这个开口 把皮这样剥下来 也是非常的轻松一整个完整的板粒人就出来了 这样看来不管是哪一种方法的开口 都能够很轻松的把板粒人取出来 多试几个看看 板粒的外壳特别的软 扣出一个开口板粒人就能够取出来了 学会这两个方法以后 再也不会头疼 怎样剥到完整的板粒人啦 现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剥出一整盘的板粒人 现在满满的一盆板粒人就全部剥好了 来看一下 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完整没有薄膜的材料哦 像这样一口一个的吃别提多过瘾啦 香甜粉糯的特别美味哦 今天巧播板粒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请多多转发出去帮助到更多不知道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